花莲邮局及花莲港务分公司及港区的各单位 3月8号、9号两天 在花莲国安邮局前的广场举办了捐血活动 而各单位也准备了丰盛的礼品 邀请过往的民众停下脚步晚秀乐捐 而花莲捐血中心也呼吁 目前各类的行血依然不足安全的存量 请大家慷慨捐血 花莲邮局和花莲港务分公司及港区内各个单位 3月8号、9号两天在花莲国安邮局前广场举办联合捐血活动 各单位准备丰盛礼品和有奖征达政令宣导礼物 广邀过往民众停下脚步晚秀乐捐 很高兴又到了一年一次 我们配合捐血中心还有花莲港务分公司 以及港区的各个机关一起联合来举办这个捐血活动 那这个捐血活动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 捐血中心一直都缺血 那我们很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来号召我们花莲的乡亲一起来努力捐血 让我们的捐血不于溃乏 远远不断 我们的爱心都一直都延续下去 花莲捐血中心也呼吁大家踊跃来捐血 这几天开始天气又不稳定 而且像今天就是非常冷 然后风又大 那只有温度就只有十几度而已 那也影响到了民众的捐血的意愿 那目前呢我们的捐血库存量 其实只剩下六天 也是不足安全库存量的 那其中呢是以A型跟O型是最缺的 那也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花莲邮局 还有港务公司 还有我们四个那个我们的协办单位 一起来当办活动 那也号召我们非常的一起 这些主办跟协办单位的同仁 一起都有在捐血 也会邀请我们的民众 可以一起来踊跃参与 这次捐血包括了花莲邮局 花莲港务分公司 花莲港警总队 港务消防队 航港局东部航务中心 以及港勤花莲营运所等单位 共同来响应 希望透过邮局和港区员工 晚秀捐书来响应 达到抛砖饮运效果 捐血活动有两天 欢迎大家一起来踊跃捐血 借吕慧欢恩室报道